欢迎收看生活快一通 大家好我是玉琴 现代人其实真的因为压力很大 那也有些人是因为所谓的 天生基因或者是家族的遗传 我们要讨论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我相信有很多的男性朋友都在讲说 十个兔子九个妇 偏偏我就是那不妇的那一个 所以其实吊法的问题呢 不是只有男性的专利 其实除了雄性兔以外呢 其实很多的女性朋友 中年过后你会发现 她的头皮感觉好像越来越明显 也就是说 她的发际线开始往上了 她吊法的问题开始变多了 到底这个我们要如何的来应付 我们的顶上的这一头 非常重要的门面呢 那等一下我们会请到一位专家 聊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 如何真的让自己的头发 变得更健康 好 欢迎林医师 林医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知道其实林医师 其实真的我刚刚看她 我是说 哇 您应该是医美的诊所的医生 皮肤非常的漂亮 但最重要的是其实您 其实现在比较专职在所谓的 执法的医学 这是我们比较少听到的 或者是说应该是说 很多人可能在想说 执法不是就是一般的 所谓的美容吗 外科吗 可是其实不然喔 它其实是另外一个 非常专门的医学对不对 对 因为我们现在提到执法 执法是现在 还有一点点概念 可能是因为很多的 医美的医生 他会就是兼着做一些执法 那要不然执法在以前 可以说是一个秘密产业 对 很少人在做的 一方面是很多人不承认 自己有调法的问题 对这个是我们跟很多医生 不太一样就是说 病患呢被医生治疗好 他会很高兴的到处炫耀 但是这个执法或整形 那他可能就是 希望人家忘记他的过去 就是你不知道越好 但是你突然看到 感觉我怎么变年轻 然后又拆不出所以然来 那就对了 对不对 不过其实我们知道 其实林医师你本来 其实你的专科应该是眼科 对对 其实我本来是眼科医生 讲到这个的话 我前阵子我刚从澳洲回来 对 我前阵子参加这个外贸协会呢 跟这个世界华商举办的 这个国际观光医疗 刚好也碰到了很多的眼科医生 那其实他们都算是我的前辈 对 那我就开个玩笑说 哎呀 那个其实这些前辈呢 早期呢我们都有一起工作过 但是看到大家已经在这个眼科大明大放了 我想说我再不另寻这个他路 可能要在医疗的地表上消失了 不会啦 没有 因为进入这个执法 真的是因缘机会 对 早期我确实是我们那个时候的眼科啦 皮肤科啦 也不要说是说有有有多多么的要很 但至少还算是小小小小的热门 是 所以也算是很艰辛万苦的 进入的眼科 因为会喜欢眼科的医生的特质 就是说喜欢干净 然后喜欢接触医疗 对 那喜欢这个精密的这个 对 因为其实我们的眼球的构造 其实是非常复杂 对 它很讲求这个精密准确度 对 所以我们在这个领域上呢 就可以感觉非常的得心应手 那我要离开这个 我心爱的 好不容易进到的这个产业 因为我其实也在里面付出了十年 当然当中有 大概有一半的时间是overlap的 其实那段时间 真的可以用四个字形容 心力交瘁 非常非常的累 对 因为那我是先接触到医美 对 因为先生他本身 他本身有韩国的那个渊源 所以我们早期常常回韩国 那就会看到韩国 其实在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是2008 07 08了 甚至于05 他们就已经非常热门了 非常非常热门了 其实他们热门程度 跟现在台湾是一样 在执法的部分吗 执法医美 跟医美的部分也是 执法医美整形 已经热门到 其实是跟现在台湾 是一样的 差不多 差不多 对 那我们就感觉 可以看到未来的台湾 对 因为他们在传统医疗上面 也是有一个瓶颈了 有一个饱和度了 那所以我们是先接触到医美 因为其实最早的这个 大家都知道肉毒杆菌术 是 其实也是眼科医生来施打的 对啊 因为他跟这个眼睛的这个 颤抖 就是以前大家都说连颤 因为一直扎眼 对 这个是有相关的 所以说呢 这个眼科医生在接触到医美 是很容易的 那接触了医美之后呢 就会接触到生法 因为都是美嘛 对 其实都是外观 对 其实 我们可以说是早期 台湾最早把这个 头皮毛发的观念带进来 台湾 大家如果现在有看到 头皮管理这四个字 对 大概大概几乎都有上过 我在台北医学大学所开的 头皮管理的课程 对 我们是第一个把它带进来 所以它也是一个蛮 应该是说 比较在近期之内 大家比较普罗大众 比较容易接受的另外一个 那个时候是真的都没听过 对 那时候是完全没听过 他头皮也要保养 对 那其实 头皮 脸皮一张皮 对 我们 早期 头皮是脸的延伸啊 你脸要保养 你头皮怎么不保养 其实头皮更困难 为什么 因为你想嘛 脸皮都这么光滑 对 每天搞它都搞不定了 在上面现在还长了那么多的毛 这么多的 OK 这么多的毛 你怎么去把它搞得干干净净 又那个 Bling Bling的呢 是 是对 所以我们刚开始是先接触到 生髮 头皮管理 对 那我们就觉得 哇 韩国这个头皮管理跟做脸一样 其实很普遍 对 很普遍 因为我们小时候就常听妈妈说 我要去做脸 可是做头发我们觉得是吹嘛 吹枕而已 对 他们不是 他们的做头发是保养头发 让头发呢可以 也顺便保养头皮吗 对 对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 头皮上面有很多人体的经络 对 那我后来呢就是接触到头皮这一块之后发现 其实头皮是可以反映人体健康的一部分 哦 怎么说 你看古时候的那个美女啊 对 慈禧啊 杨贵妃啊 那个时候都没有什么染法 不是最重要就是梳头 就一直梳头梳头是不是 涂了很多的中药 按摩 中药啦 还有一些那个草芳啊 就是为了让头发 头发更蜂蜜 对 然后 更雾黑亮丽 对 然后你看那个五折天的时候 要再回到这个宫里面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头发养起来 哎呀 王皇后就跟他说 你现在要回到这个宫里面啊 那你这个以前他是尼姑嘛 怎么办 当然是先把头发养好 头发养好了 那皇帝还不着迷吗 说的也是 所以其实这不是只有在现代 其实从古代 其实就已经有的脉络可循了 不过真的说实话 因为其实 调法其实跟压力 跟生活习惯 还有饮食 甚至于遗传 其实它有很大的关系 台湾人调法的比例算高吗 以东方的这个国家来说 应该算是高 本来在以前西方人的认为 他们认为东方人是比较不会调法的 那是因为第一个他们的医疗 我觉得这分很多层面 第一个他们诊断那个方便嘛 在工业革命以后 然后第二个呢 这个他们在饮食上 其实呢我们现在调法年龄有下降的趋势 是刚刚主持人说到 十个兔子九个妇 为什么 大家都不想当那一个 不妇那一个 因为十个兔子九个妇 不是假的 因为人在以前 一定要过了四十五十岁 才会有钱啊 才有可能有钱 然后才会掉头发嘛 那是早期 年纪大比较有钱 有钱就代表年纪大 年纪大就是会掉头发 头发就会掉嘛 可是现在可能还没有妇 就已经开始要掉 是你看多令人担心 因为饮食稀化 饮食稀化的 吃中咸的 对容易让我们人体的荷蒙改变 对 那其实我常常形容 掉发有点像肥胖 对 因为每次那个 胖的人更容易掉吗 不是这样意思 我只是举例 比如说它像一个syndrome 它不是一个疾病 不是一种疾病 假如说呢 不是单一的 假如说我们有一个特效药 吃了以后呢 马上我们肥胖就解决 不可能 那 那怎么可能会有肥胖专科 不要说得诺比较讲了 都要变成这个梦幻科技 要不是吹气球是不是 这个股价 股价可能要破钱了 那不可能 而且后来诺梅廷也出事了嘛 因为有效就一定有害 没错没错 有一些副作用 对 那你怎么样有效 然后呢 又没有害 又只有一颗药 对 其实不可能 所以其实真的说实话 它要从很多的面向去看 内外 去看这个所谓的执法专科的 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医学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 我后来会走执法的原因 因为刚刚有提到说 我们在接触到这个 这个韩国的这个 就是突破了传统医疗 对 来到了这个医美 然后到了头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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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我们也很开心就是说 把这一套这个理论想说 我们台湾人也可以享用它 但是呢 我们会碰到瓶颈 我遇到了瓶颈 大概是在2008年 我们那时候做了头皮管理一阵子之后 我们就会碰到一些瓶颈 它效果不是那么好 那我们也很认真在做啊 那我就在想那怎么办 那你 他其实真的像 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 是一个病人 他是算蛮年轻的 他准备要去国外念 研究所了 那其实你也知道 念研究所也大概是在 二十五岁到三十岁了 那个时候最猜疑就是 交女朋友 所以他的妈妈就会非常非常紧 对 那来又到我们那边做生法 因为我们是台湾最早 把这个生法的这个技术 跟理论带进来 那我们也很精心精力帮他做啊 那做了一个过程之后 其实真的有限 为什么 因为微缩的这个被DHT攻击的 微缩的毛囊 他就真的已经慢慢的细毛化 他长出来的 就是还是细细细细细的小细毛 对 我们的小细毛 就是定义在三十micron 那我们的正常头发是在 六十到一百 等于说他是一个小草 他没有办法长成大树 对 然后接下来他就不会再长 所以好 我们先暂时跟林医师聊到这边 先暂时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来听听看 到底当时碰到了什么样的 在这个部分 这个医学领域当中 碰到什么样的一个瓶颈 等一下再回到现场 好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刚刚其实我们这个 林医师有特别聊到 当时的那个要出国念硕士的案例 对 那个男生 他因为毛囊已经萎缩了 对 我很认真的帮他做 这个头皮管理 你毛囊已经关起来了有没有 你不可能再把他撬开啊 你就算撬开他也长不出毛 然后我们很认真的帮他治疗了 之后效果不是很满意 我也很难过 对 因为我也没有偷懒 对 我也很认真 那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据这个各位专家 然后因为那时候 我也结交了很多很好的 韩国医生朋友 真的只能直发 对 所以他激发了 对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 因为我们不是商人 我们是医生 我们的问题是 我们就是要解决客人的问题 病人的问题 他的问题我如果不能够解决 对 那一切都是白费 是 那为了要解决他的问题 而且我也认为说不是他而已 嗯 我相信很多人 继续 那如果我终究让我的客户 想要落法的这些病人 客户 或者是稍微的 他只想要再茂盛一点 能不能够呢 达到他心里的这个梦想的话呢 那我会很失望 因为我的个性就是说 很希望我的客人 能够很快乐地走出去 对 说到这个为什么要学执法 还有执法学习的过程 是这样 最早期的这个执法 那个1959年 目前声称第一个执法之父 其实呢 待会讲一点小小故事 在他更早之前 其实日本的医生就在做 那1959年呢 那个Norman Orenchich 然后他开始就是把一块 有毛发的皮 对 种到没有 你一直知道没有毛发的皮上面 对 那客人就很高兴了 对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 有毛发的皮 往上 种到这里 OK 这边有头发 那病人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兴 对 可是你要想那是以前 现在的人 他怎么可能可以接受 这边一搓 那我这边不就 这边一搓 我又不是在种萝卜 对 不是 那个种下来真的是很像 那一个就不好看啊 对 形容洋娃娃的头发 对 那我去 2009年呢 我们我去参加这个国际执法医学会 也看到了就是国际之间怎么来做这个执法 那一次对我很震撼 是 很震撼的原因就是说 哇 原来这个世界上呢 有这么这么多的医生 他们已经在从事做这个执法了 而且我也很震撼说 其实世界上需要执法的这个 人很多 其实还是有的 那另外一个我很震撼的是 东西方其实做法应该要有不同 对 这个是我开始我很艰辛的这个执法的路程 对 早期他们就是我们说的 一搓一搓一搓的 一个一块皮 不是一搓而已喔 一块皮 一块皮 种了一块皮 一块皮 种了一块皮 等一下 那他那个本来有毛的地方 不就变圆形凸了吗 没有把它缝起来 就缝起来 对 OK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后面有巴含不讲 前面还不自然 对啊 对 那那时候呢 在韩国这边呢 他们其实 其实韩国执法算是 在这一波是领先的 那一天要掉多少根头发 其实叫做正常的 其实是这样子 头发跟我们的指甲 跟我们的皮肤都一样 它就是每天新层代谢 会有旧的掉落 会有新的长出来 每一天我们其实 正常的代谢是一百根 其实是正常的 对 对 以这样看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 我们有休止期 退化期 生长期 那我们这个休止期呢 这个跟退化期 站在这个三%到十%中间 所以我们每天 要弱的头发 是在一百根上下 那我们刚刚常在讲 就是说男性突发的原因 其实真的也有可能 是因为家族的遗传 然后再来就是 大部分突发的状况 其实是男性多于女性 但因为现在就像我们讲的 其实你们家有没有养宠物 你给宠物吃太咸的东西 他也会掉毛啊 对不对 其实真的就跟食 就是我们的饮食习惯 这就是我刚刚说的 弱发跟肥胖很像 对 它跟它是多原因的 跟基因有关 那我们就回到这个地方 我们来给大家大概看一下下 那么观众朋友 你也可以稍微检释一下 就是说自己到底现在 目前的头发的丰厚的程度 这个有分第几期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这是正常的 这是Norman呢 他在这个就是 面就是多年的这个行医呢 还有我们这个后来的 执法医生呢 弄出来的一个 大约是在七期左右 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呢 其实都还算是正常 但是进入了第三期的以后 对 就开始要小心了 可能会有顶上这个地方 我相信有很多人 其实男性朋友 就是看这里 法际线 两边两边M 对这个地方 两边的M 如果后退 在正常的两公分以后 对 你可能就要小心 对 然后再来就是中顶 中顶的部分 然后再来可能真的越来越明显了 到最后可能我们可以看到 冲冲冲冲 有没有 对啊 就就就 这个很好 这个 这个 这个很好记的就是 第六期就中间都没有了 嗯 对 OK 那很多人可能在想说 这样子在直的话 可能真的 那个范围 能不能直 那大部分其实像这样子 应该都是做法片比较多了吧 不尽然 现在我们有看到一个 tricky的地方 是不是 是不是后面都还有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刚不是说我们的头发 大概有十万到十二吗 对 那东方人十五万的是很少 那我们可以看到 前面你最在意的这个部分呢 是不是大概占三分之一 所以这个地方大概呢 大概占三万到四万到五万不等 是 所以我们后面其实头发 还有六万到八万 对 你可以看到 其实到第六期它还有 对 那假如你这个地方还有 我们在这个六万到八万中间 我们取一个三千四千左右 的毛发 做一个以小博大 我都说这个用小的来拼大的 是是是 来在这边做一个有效率 有经济有美感的分配 那其实是可能还OK 但我要问的是 就是说目前为止 其实我们常常在讲说 为什么会掉发这么的严重 其实除了跟遗传有关 那可能也是跟你的自己本身的 这个卫生的行为有关 比方说你的头皮可能过油 或者是说你头皮血比较多 或者是说真的在整个 你看那个外面骑摩托车的人这么多 但安全帽的这么闷热的天气 其实你光是你的头皮 脸皮要呼吸 头皮也是要呼吸 是不是都有可能会造成掉发的危机 对这就是我为什么会把 这个头皮养护呢 改成头皮管理 因为我们人身体需要管理 我们都很习惯说身体要管理 我们事业要管理 我们家庭要管理 我们头皮也要管理 那刚刚有提到说 头皮出油 头皮血什么之类 会不会引起掉发 是不是 其实应该反过来这样讲 当你的头皮出油 头皮血比较多 你头皮痒 你头皮甚至会痛 是不是 你就是会有将来会掉发的警讯呢 头皮出油 不是造成掉发的原因 但是它很可能就是代表 你的头皮有问题了 不然为什么会这样 不健康了 对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DHT呢 它其实就是搞不同的代谢物 那它其实就是呢 造成我们落发的原因 那所以说这个掉发的原因 但会掉到这么多 其实应该大部分还是跟遗传有关 对不对 跟DHT有关 跟你的饮食有关 对 就是说你要有这个因子 然后呢 你还要再引发它的因子 两个加起来 才会发生 就有可能会这样 对 没错 所以其实我们刚刚提到这么多 其实真的头皮 其实就像我们讲的 它其实是我们的脸部的 皮肤的延伸 那想想看 我们的脸部要保养 头皮其实也应该要 好好的来护理一下下了 那当然其实如果你的头 开始觉得 怎么有油膏味 我们常常在讲台语讲 油膏味 就是有那个油的味道 就是不管你的头皮 是容易出油的也好 或者是你的这个 可能头皮屑比较多 或者是说 感觉好像最近掉发的比较严重 你可能要稍微先检视一下 你最近的生活习惯 是不是真的在吃的东西方面 或者是还有一个东西 其实真的是 真的要不得叫做抽烟 所以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好好聊 好 这个我们顶上的三千烦恼丝 好 这个我们顶上的三千烦恼丝 其实不只三千 是十万 十万以上的烦恼丝 其实说实话 这个顶上五毛 你会不会觉得说 整个人就看起来比较苍老 然后比较没有自信 尤其是男性朋友 明明这个五官长得很漂亮 可是真的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在西方就像是这个 英国皇室的那位王子啦 但其实真的说实话 我们也曾经看过 有一些女性朋友 尤其是在比较中年过后 就是年纪稍长的一些 比较熟龄的 你会发现其实 它的法际线这个地方 其实你会发现 法际线感觉越来越开了 摩西 感觉那个海要分开了 就会觉得这个地方 其实女生朋友 比较容易发生的 其实是这一块对不对 女孩子的这个落法呢 跟男生不太一样 女孩子呢 中顶 对 然后有两种 对 一种是 就是这个中顶的部分 那一种呢 就是跟男孩子也蛮像的 也是法际线 也是前额 前额高 那像这种的话 我们在这个我们的 医疗术语叫做 Christmas tree 它像圣诞树一样 耶诞树 对 那所以说这个 最常在哪里看到 在百货公司 你做手扶踢 OK 往下看的时候 手扶踢你就看到 OK 对 但是其实来各位 我们在了解 自己掉发的问题 原因 自己去检视之后呢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整个所有的头发 跟毛囊的一个构造 好不好 来请陈一 那个林医师来 跟我们解释一下 对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呢 分皮肤 皮肤上 皮肤下 对 皮肤上呢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毛干 对 你看到的头发 那其实这个头发呢 它是从我们的这个毛乳头 对 就是毛囊的根本 其实这样讲好了 这里有干细胞 那这个干细胞 它是源源不断的 我们的毛发为什么会掉了再长 掉了再长 因为它是干细胞 那它那个干细胞呢 它有因子启动它 你赶快 赶快要醒过来了 它这时候就会开始制造 它开始制造了以后呢 它就从这边分泌蛋白质 对 那这个角蛋白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会不断的变性 变成了一种硬性的蛋白 然后呢 角质化 对 所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已经是完全是 角质化的硬蛋白了 就是变成我们的头发了 对 它不会痛 你去剪头发 它是不会痛的 对 对 因为它已经角化了 对 那它在这个里面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啦 这些这些专有名词呢 都是我们这个毛干的这个 那个就是它不同的构造 是 对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讲到 为什么这个毛发的健康 跟身体有关 其实就来自于这里 因为 它的这个干细胞的循环 对 来自于真皮层的这个循环 是 对 那这个真皮层的循环呢 跟我们人体有关系 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年纪越大 我们头皮越硬 诶 年纪越大 头皮越硬 越薄 各位 你摸那个小朋友 你摸 baby的头 是不是 尤其是在刚出生的新生儿 其实它这个 这块是软的 对 那当然不能重压 这个是 特别特别耳提面密 所以当初其实真的 我们有生过 baby的 应该都知道 其实这个地方 它是很软的 对 然后因为它还没有 完全的密合 是 我们到二十五岁 是 是我们人体的巅峰 对 二十五岁的时候呢 你都还是很完美 那二十五岁以后 就开始有点走下坡了 你的头皮会越来越薄 对 会越来越硬 是 你的循环越来越差 是 所以说呢 你的肝细胞 它的活动力就下降 对 药物 就是台湾人因为服用 陈药的比例其实很高 药物是不是也有可能会 药物有可能经由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血液循环 来到这边会去干扰到 我们的这个肝细胞 对 比如很多的药物啊 那个抗癌药啊 甲状腺啊 或者是一些高血压等等 但是 但是不是这样讲 不是所有的药物 我第一说不是这样讲 你就不要去服用那个药 因为这样子很危险 你还是跟医生讨论 对 对 你该服用你还是要服用 没错 只是说 你可能有别的帮 那个方法可以来辅助它 对 因为它可能经由这个循环 因为这个循环 跟我们人体是连带的 是 来影响到它 那刚刚提到的这个油脂 跟这个皮屑 它会在呢 我们这个毛孔的这个地方 可能它会 可能有一些堆积啊 俗语叫堵塞 医学用语可能会影响到它的 增长的环境 它的含氧量 了解 那现在其实 有没有哪一些方法 它其实是可以来面对 这种所谓的雄性突 方法现在分蛮多种的 除了执法以外 对 就是说你还没有到 那个程度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看这个构造 这个构造的话 就是第一个 你去刺激这个干细胞 这个活化的这个因子呢 不要让它消失 因为DHT它会去攻击它 所以说首先 这样讲来好了 虽然是 其实这是根本 就好像我们现在说的 柔配跟布斯卡 它其实都是要降低 DHT的含量 那其实降低 DHT的含量 不是只有吃药而已 对因为很 我知道我们台湾人啊 中国人就是对于这个吃药 都是会怕怕的 是不是有副作用 是 那我这样形容好了 大家可能会比较清楚 什么是DHT 就是你有感觉 就有时候我们睡眠不足 或者是我们吃了很多油炸的东西 然后觉得火气很大 那个感觉就是DHT OK 对 那个DHT呢 它就是会在这里作怪 抑制这个地方 抑制你的生长因子 我们这个毛囊干细胞的启动 了解 对 所以说你在 为什么我说饮食西化会 虽然医学很多人会批评说 你还没有实际上的统计数据啊 对 但是以理论上来说是这样 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那吃所谓的这个 应该是说生法的药物 它我们之前其实听到 有很多所谓的副作用 它可能会让很多的男性朋友 可能雄风不在了 会稍微担心一点点 是不是真的有这些后遗症 要看你吃哪一种 目前呢我们比较FDA approve的呢 可以用来说抑制这个 可以OTC上架你去买 可以吃的 柔配跟波斯卡呢 它其实是还好 大概百分之一左右 可能会有让你力不从心的感觉 但是其实有些心理因素也是有的 那另外一个 因为它Block的掉的 我们这个无阿法还原酶呢 Type 2 那我们其实Type 1也是有影响的 那我们有另外一个药 叫做国语翻译过来 有叫输尿痛还是什么 就Durosteluride 那这个东西呢 它两个都Block掉了 它的确是有效 对 可是呢 它的确造成了 也有副作用 这个大了 这个是很大的 是什么样的副作用 但这些药物是 自己都可以买得到 还是需要有处方签 这个就不行 应该是有处方签的 这个就一定要处方签了 了解 对 这个就没有办法在 我或许有些药房 他愿意办也说不定 我不清楚 但是FDA是没有批评说 它可以就是 那个合法的这样买来 应治弱法 但是还是要小心 因为它确实这个的影响 会比Postca 还有柔配还要再大一些 对 这个要跟医生讨论 就是说 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 了解 好 那很多人可能在讲说 那我们就来自己检查一下下 我们的毛发 到底健不健康 我们的头皮到底健不健康 来这个地方 我们真的就可以 稍微自己来看一下 比方说你的照片的比对 可以拿这个两三年 最近的照片比对 当然我们必须讲 生过小孩 也就是说 当你生完小孩的四个月 到五个月是掉法 非常严重 那是因为荷尔蒙 体内荷尔蒙的改变 那个不算在这个范围之内 但是还是要小心 好 然后再来 这个我们可以拿一些照片 来做比对 是 如果真的前额稍微变得 比较宽 你的M字型越来越明显了 那你可能真的就要怀疑了 然后再来用肉眼来做确认 对不对 对 看一下自己头发 是不是真的稍微 以前比较蓬松 现在稍微真的感觉 好像比较扁 比较塌 比较细 是 会变比较细 然后再来 发际线 中间是不是可以看得到 很清楚的看见头皮的问题 对 然后再来就是 你去拉一下头发 这是不是跟我们的这个 也就是说你去轻拉你的头发 看你的头发稳不稳固的意思 没错 就是说那个时候处于这个 休止期的比例有多少 嗯嗯嗯嗯 了解 然后再来 怎么收集头发 就是说地上吗 还是那个就是洗完头之后的 那个排水孔 其实其实我都会跟客人说 你就就是那个枕头 再这样洗头 这样就好了 所以如果你一早起来 你发现你的枕边 对枕头 掉了很多头发 对 可能就要稍微小心 你就收集起来 嗯 你不要太紧张 对 然后呢 洗头税收集起来 你连续呢 可以收集一个礼拜 连续收集一个礼拜 对 看它的量吗 对平均 对对 那这个时候 如果平均都是在一百以上 嗯 你就要注意了 哎呦 对 这个其实真的要算起来 还不容易 尤其是女生头发那么长 对不对 当然其实我觉得 还有一个习惯就是 现代人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几乎每一个人 都有染发的习惯 而且是短时间之内 就会突然之间 它昨天是绿色的 今天变蓝色的 明天变黄色的 然后后天可能变咖啡色 就是说他们短期间 接触很多的染发剂 这个是不是也是很大的影响 当然会 但是话又说回来 你叫它不染 它也是很痛苦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 染发剂的使用 对 对 还是选择呢 比较安全的 对 怎么看比较安全 因为其实 因为现在其实有蛮多 蛮多标榜 比较 技型不一样 对植物性的 其实是有的 当然 它的这个持久性 有可能会比较 稍微差一点点 对 但是其实也还好 为什么我们头发本来就会长长啦 对 我们头发一个月 就会长长一公分到一点五公分 对 那还有你染发的这个技术 OK 对 你不要一直往这个头皮上抹 对 你隔个零点二公分 或零点三公分 不要太直接接触头皮 尤其是当你的头皮不健康的时候 有伤口的时候 因为很多人有那个什么 皮脂 什么 什么露 那个那个 就是纸肉性皮肤炎 对 它可能就会在你的毛囊 这个地方会受伤 对 那你又在受伤的时候去染发 那真的就是 火上加油的感觉 对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说比较积极的做法 你染发完之后 三天或是一个礼拜 对 你可以去做一个头皮养护 对 就是说你经过你调查 比较值得信任的 对 去保养一下 对 不要让那些化学物质 残留在你的头皮当中 对 太深入到你的这个头皮 了解 好 那么当然我们先暂时聊到这里 等一下就回到节目现场 再来聊聊 很多人可能在讲说 对啊 讲什么养法的方法 然后或者是我真的 也寻求了头皮的养护 可是怎么样 我的头发 可能真的新生的毛发 真的是没有办法再回来的时候 他可能就要寻求所谓的移植 就是我们的执法的部分 到底什么人适合呢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再继续聊 好 那我们常说这个头发 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门面 当你的头发 比较丰厚的时候 其实你整个人看起来是年轻的 然后但是你又发现 当你头发感觉比较少 比较稀疏 你整个人看起来气色 就真的显得老了好几岁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一下下号 就正常的头皮 在放大镜下面 它是呈现什么样的状况 如果你的头皮 是出现一些问题的话 它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我们请我们的林医师来聊一下 这是正常的头发 对 就是当然这还要看哪个部位 那我们假设它是在一般的部位 正常的话呢 大概是在 一个毛囊大概有三根 不一定 不一定 我们有一根两根三根 OK 那这边我要特别说到 我们东方人的头发 一个单位呢 两根一根的比较多 OK 西方人两根三根四根五根的很多 因为他们的毛比较细 对 我们的头发是比较粗的 没那么的多 OK 那我们可以看到 正常跟初期吊发的差别在哪里 是不是密度变 变宽松了 这个地方空白越来越多了 对 然后是不是变细了 对 头发变细了 然后呢 这边来看 是不是只剩一根的 哎哟 对 这就是可以看出 第一 它的密度变低 对 第二 它的呢 这个直径 就是说变得窄 对 可能这个地方只剩下 三十到四十micron 也说不定了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看到头皮了 OK 对 好 然后接着下来 很多人可能在讲说 哎 那我应该要怎么样来 分辨自己到底属于 我们常说 你的皮肤是混合性的 还是油性的 还是干性的 其实毛发头皮也是一样的 接下来这个是 油性的毛孔 对不对 刚刚没有提到 对 因为我们的这个毛囊呢 是带有这个皮脂线的 对 所以它同时也会分泌 这个油脂 对 那它分泌油脂 到这个地方 对不对 到这个地方之后 假如呢 它的新陈代谢不正常 它过度的分泌 它就会产生很多的 过多的油脂在这里 这是正常的 对不对 对 你可以看到 它是非常的光亮 对 而且这个毛孔呢 是还有一个凹度 是 对 而且发干非常非常的粗 对 这大约是在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倍 这下看起来我也是这样 然后这个你可以看到 它油脂分泌 好油 就是我们的这个毛囊带的 这个皮脂线 可能活动旺盛 是 但是它又没有办法 经由正常的这个新陈代谢 把它排除 了解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 这个皮屑 它不正常的这个 增生 对 增生 对 那这个时候呢 跟我们的油脂卡在一起 是 对 那是不是很像 又箍咒 感觉又油又干 然后真的又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就像箍咒呢 扣住了你这个毛孔 是 对 那这个时候 会让我们的这个毛囊的这个循环 然后含氧量 对 还有呢 它的这个 就是我们毛干的 生长的这个速度呢 也会受到影响 了解 那很多人可能在想说 那既然我头皮 真的我也仰护过了 然后头发 其实我也特别注意一下 然后生活做起 我也都注意了 可是就是因为钓法 已经钓了一段时间 或者我可能有家族 这样子的一个遗传 它难免在自信心上面 可能会稍微比较的 这个没有自信 缺乏自信 它可能就寻求 另外一种管道 那就是所谓的执法了 目前在台湾 这个执法的比例 在人口上面 大概有没有年龄层上面的 一个比例是 可以来提供分享的 目前 其实以前教科书上写说呢 执法一般是要在35岁以上 才合适 是 为什么要比较稳定 那其实现在是有年龄下降的趋势 对 为什么 因为这个问题是很尴尬 因为现在的人晚婚 对 然后再加上现在人呢 这个就是 除了说上晚之外 就是希望出来 就是给人家一个很正面的 很亮丽的这个外表 其实刚刚有提到没有头发的感觉 其实有点像树木 掉了叶子一样 没安全感 对 它不是不好看而已 它是会看起来很弱 很虚弱 对 然后没有活力 没有干净 对 所以说 现在那个年轻人 他在这个二三十岁 可能就会开始面临了 对 那我会跟他说 比如说我们最早期开始做的时候 我会跟他说 你还很年轻啊 那通常你可以等到什么什么的 再来 他第一句话就告诉我 要我等到那时候 我不如去死算了 我也不要止了 感觉这个调法的问题 好像对很多人的自信性 是打击非常的深 对 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 他不可能 你跟他说 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啊 怎么能接受年轻人 再来做 你说五十岁没头发 我们可能还真的心理 反正就已经有了 心理的准备了 他现在已经很不舒服了 你还在跟他讲说 你等了五十岁 那算了 对 那他 但是这时候有一点 就是我们比较会担心 那你们怎么评估 他可不可以做 我会问很多问题 神主党妈来都会聊到 要帮一个年轻人 来做执法 其实呢 是很危险的 怎么说 因为你 不要增加他的困扰 执法是一辈子的 这样讲好了 你执得好一辈子 他都开心 对 你执得不好 他一辈子都痛苦 什么叫做执得不好 跟执得好 执得不好呢 就是说呢 你在他这个比例上 对 没有帮他考虑到 我们头发将来的变化 我常常都形容 我们的头发是往后退的 对 如果我们的执法是往前的 对 那这就像马拉松 那感觉很奇怪 永远就是有一块是往前倒 执不完的 对 这个你现在呢 他的跺法是往后 是 你现在执法 因为他们都会跟你说 医生我想要低越 越低越好 好 你就照他的意思好了 是 那你们中间呢 他又往后 因为他后面这边会掉啊 对 所以就中间变成 你带把枯了 对 我就跟他说 那我们现在这样子就像马拉松 永远也跑不完 而且执法跟整形有一个不太一样 我刚刚呢 虽然有提到说呢 就是我们这个后面 对 我们执法呢 最主要的就是靠这个后面的这个 比较永久 比较健康永久的地方往前执 对 那比较健康永久的地方 不是无限的 他是有限的 他也可能会掉法 第一个他也可能会稍微掉法 是一回事 另外一回事 他的面积有限 你不能永无止境的拿 是 大家可能有听过像Michael Jackson 那个整形了几十次了 甚至上百次都有 执法不行 是 执法绝对不可以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他资源有限 你不能滥用他的资源 那大概如果说 他们真的做完了 所谓的执法手术 他大概多久之后 他会长新生的头发 我们做完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做的这个是 比较不是像传统说稀释的 要把它剪短 然后把它塞进去看起来短短的 我们直接是 执的是有一定长度的 所以说基本上他执完就很自然 就是很自然 但是我们执进去的头发 有一部分他会快速的进入 短暂性的这个休止期 所以有一部分的头发 他可能在两个礼拜 也可能会掉 对 但是不是同时 我们不是动物 动物的毛是同时掉 我们人类是不会的 我们是不同时间 对 所以在这个执完法的 一个月到三个月的中间 他会开始有些掉 对 当然也有一些不掉 直接进入生长期的 对 所以这个时候看起来是 有一点点小小尴尬 就是没有像我们刚好之外 对 那么美丽 但是不要担心 是 到了第四个月以后 掉的呢就少 长的就多 OK 到了六个月以后呢 就比较平衡 就完全 也没有到完全 这时候大概比一半还要好一些些 到了八个月的时候大概八成 那到了一年 可以说快要毕业了 是 那有的运气好的 他可以长到一年半 对 好 那么当然很多人在讲说 那在执法之前 最重要的其实真的就平常 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重要的生活作息 怎么样来养护 我们请林医师来提供给大家 对 因为我常常认为呢 其实头发就是身体健康的警讯 对 身体健康 头发才会健康 那平常呢我通常都会跟我的客人说 食就吃方面呢 尽量吃自然的食物 上帝给的就是一定是自然的 我非常非常的推崇就是吃糙米饭 是 对 因为糙米饭呢 比较有这个纤维值 因为现在人是讲究的食物太过精致了 白米叫做金米 对不对 其实它是精致过的 那白糖 这个也是真的也是精致过的 尽量能够吃食物的原型 那不要去吃食品 因为食品添加的过程太复杂了 很多要加防腐剂啦 要加人工色素啦 看起来卖相好 但它已经失去食物原型 它给我们的一些营养条件了 对不对 然后另外呢 房间可能会有相当多的一些生法液啊 或者是生法水什么之类的 对 那其实我是觉得如果不嫌麻烦 因为说真的价格也不费 是 那其实可以跟医生咨询的时候 请教医师 因为其实最重要还是里面的成分 因为也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可以用 对 医生帮你看一下那成分是OK 那另外呢 就是我们平常可以做一些 跟这个头皮的循环有关的 这个头皮操运动 对 那因为今天时间可能来不及 那我在我的第三本书 头皮操里面会有介绍几个 对我们这个头皮肩紧 这个放松 对有帮助的 OK 这个几个简单的运动 每天做 持续一行 其实这个真的就是一种疏压啦 现在人其实真的压力过大 当你压力过大的时候 头发是也会掉的喔 一定的 所以呢 这个机构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么养护头发 其实真的还有包含我们的头皮的管理 那当然除了寻求正确的管道 还有正确的姿势跟书籍以外呢 当然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头发 非常的丰厚 非常的茂密 看起来都是笑脸的 那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美丽的临时的节目当中 谢谢你 谢谢主持 好 也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 真的都能够准时收看 我们的生活快一通 因为每一集节目当中 都提供给大家 很多的健康资讯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回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